叶魏 在下今日身体为恙 就先告辞了 瘦白白的小狐狸 你看 本仙君给你带什么来了 本仙君觉得你实在太苗条 这才从攀陶园里 透了根黄瓜 来来来 不要和本仙君客气 本仙君来喂你 你就吃了它吧 这才乖嘛 谁稀罕 笨巴巴的小狐狸 本仙君来看看你有没有长大些 你的腿怎么受伤了 来来来 本仙君给你包扎一下 你躲什么 难道你嫌弃本仙君给你包扎了个兔子的模样 小狐狸和小兔子 本来就没差 洗得很 洗得很 你的样子真是有气极了 来 看本仙君的妙笔丹青 给 你看笑笔吧 给 拿着吧 哪里香了 狗蛋 而且 我不吃老婆 已经很晚了 我先告辞 毕丹兄 多谢款待 哪里晚了 这天明明还大亮着呢 思凡最近古怪的很啊 不如我也跟去瞧瞧 吐一巴的小狐狸 你等我做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用狐狸毛做的笔 红狼豪做的 有什么区别 你虽尾巴吐了 但也是只漂亮的小狐狸啊 哎呦 你 你 你咬我做什么 这 这 平日严肃的思凡 私下居然是这副模样 这由人间飞升而来的仙人 果然不同凡响 不同凡响呢 傻巴巴的小狐狸 你等本仙君 最是等急了吧 居然跑到门口等着 这位兄台 你站在我家门口做什么 此处 许久都没有人烟了 你有什么证据 说这里是你家 我出门 我出门云游纸巾 想不到也已经多年过去 那狐狸也定当 兄台 你是否看见过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它大概有三颗梨子那么大 毛色雪白纯正 十分漂亮可爱 哦 不曾见过 那狐狸对你而言 很重要吗 自然 虽然只是无意中 把它从猎狐手中救下 但第一眼看到它 就觉得浴血可爱 十分讨论 哦 真的 更何况天上岁月如此枯燥 说是连一只小狐狸都玩不得 那你还有什么乐趣 我 哎 哎 你 我 那神仙怎么才来 大王都等了一千多年了 看他傻不拉鸡的 来得这么晚 看大王怎么收拾他 肯定有他收的 那千年的积蓄 就算是神仙 也难以销售啊 难道你不知道 千年时间 足以让一只狐狸 修炼成仙 更何况 我是狐狸之子 这捆心神的滋味 甚是好受吗 思凡 这欧欧丹的滋味 也十分不错吧 嗯 思凡 这男欢女 难爱的滋味 也是非常舒服的吧 嗯 思凡 那你 我已经解了捆了捆先生 若是实在欢喜极了 你便自己动动他 来 把腿 再张开一剑 快 怎么会这样 无量佛祖 随他去吧 接着 请观看 请观看 依然